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咦? 买了泡河汽水看電影嗎? 嘿! 买了泡河汽水 當然是說回家聽影話春秋 好 大家好 歡迎收聽影話春秋 今集比較特別 我們就說兩套電影 就是揭示一些美國精神的劣根性 這是一個美國夢的破滅 就是我們看很多美國河裡的電影 其實是說美國很歪很電的 很大愛 很大愛 很正義 美國就給你的機會多的事 但是這兩套電影球 完全就是揭示著美國這種精神 背後那種陰暗面 背後裡面其實當中有多少真有多少假呢 當中有一套是奧斯卡的提名影片 就是這個 Hara Hara 非常常是結王 另一套電影就是 說這套電影不得了 這套電影長到香港都 不想 不想 沒有人提 沒有人提 但這套電影 份量十足 七個小時四十七分鐘 這套電影就是 OJ Make in America 我以為電影節比較聰明 說了Oscar 其實我預計了電影節一定不會播放 你知道這套秘錄片的發行 製作公司是誰 就知道不會有機會在電影節上 那個叫ESPN 這個ESPN行導 其實我覺得今年 除了說這套電影節目 我們一定要看 這套我也覺得值得看 甚至我覺得這套其實 我覺得它才是Oscar的Best Picture 雖然這套是電影節目 就是說今年Oscar的電影裏面 其實這一套是 真是最有份量的一套電影 就是無論在長度 或者在內容方面 也是 絕對 在份量方面 是 我沒有提供的 尤其是它的意義 因為其實 我覺得它的意義已經超越了 這個片加劇情緣 因為它裡面發生的情節 是遠超多劇情緣可以給你的 這套叫做O.J Simpson Made in America 其實是今年Oscar的最佳紀錄片 紀錄唱片 如果我查一下紀錄 其實這套 由今年拿到Oscar最佳紀錄片 它也破了紀錄 就是 它是成為Oscar力尼得獎的最長的影片 這套電影就是7個小時 就是7分鐘 就是破了這個 之前的俄羅斯片 就是這個理想與和平的紀錄 這個戰爭與和平的紀錄 戰爭與和平的紀錄 就是5個多小時 那裡就是7個小時 這套再長一點 7個小時才有7分鐘 我們三個又看了 因為我們用了一些特別的渠道看了 感謝某個國家的一些財 即財幹人士 給我們這個中文字幕 真的要感謝你 那這套電影 為什麼會獲題面的Oscar呢 這套電影其實不是一套電影 這套電影是在ESPN Channel上播的 不是現影 為什麼它可以提醒Oscar 那我插回紀錄呢 它本身首映就是有新單司的首映的 嗯 然後就在不知 上年5月的時候 就在一些戲院 限量放映 在洛杉磯和尿窩 限量放映 然後就在ESPN上播的 你看到7個小時 47分鐘 你看到片場是嚇死人的 其實他就分了 在ESPN的頻道 他就分了5集 每集45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看下去好像很長 人們已經是靠過 這麼長 是不是一次過看7個小時 我不想看 但是我們三個先後看 也是 看一集之後 你會發現你不能自覺 是肉霸不霸 但是當然了 我都分了三個小時 我也分了時間看 因為如果一次過看 你吸收太多資訊 你覺得他會亂 其實這套蝙蝠也做得不錯 他不會直接 去交代一個時段的事 你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這套OJ Simpsons 你跟我們查 其實很明顯是 在說一個很出版的人 OJ Simpsons 我不知道大家認識他 我是因為說了 其實他除了是 其實他有一個什麼人 他之前本身是一個 在美國家前換了一個籃球文色 籃球文色 然後打打籃球 發覺突然間我不打了 然後洗手 然後就走到娛樂圈子裡 就入了荷里活裡面 拍拍戲 做主持 當然Jimmy他就不太好 我都不太懂 阿巴頭神探 對 然後就是他80年代 因為一宗說 他殺死前妻的案件 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因為這件事 差不多舉過轟動 全世界 但是他因為這件官司 他脫身後 脫身後又發生什麼事 這套戲《七個小時》 就告訴你這個人是怎樣的 其實在我認知 以前你看新聞 人或者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他會脫到官司 是因為那個種族問題 所以他才脫到官司 但是你看完這部影片 原來他們本身的律師團隊 是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你真是說他們那個律師團隊 那些人是蠢 所以才會間接令到 辯方那邊 抽到這個壞事來做 你知道嗎 是新的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 片名字 O.J.S.I.C.E. 後面加了《Mirian America》 其實他說一個人的起落 其實我也不僅僅說一個人 他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 就是講O.J.的人 另一個部份 就是講《Mirian America》 就是講美國 這些不同的文化 因為這宗案 會形成什麼衝擊 以及什麼的影響 以及什麼的文化 會影響到這個人的冒起 他的起落 以及他周遭的人的反應 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 其實這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O.J.這個人 其實那時候 因為他出名的時候 剛開始有一些種族隔離政策 就開始有些黑人反抗 就是參與一些維權論動 但是O.J.是很清晰 其實O.J.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世界仔 對世界仔 他不願意涉及這些 就算一些黑人領袖去找他們 說不如你參加一些活動 就是當時O.J.開始出名 其實O.J.是一個很聰明 很勤勵的人 他很有天分 但是當這些黑人來找他 說可不可以幫幫忙 他就很大意氣想而說 我不是黑人來的 我是美國人 我不會分自己做黑人白人 他真的會用這些來推 這是第一集的內容 我覺得其實這部電影都很中肯 中肯的程度都不下於之前那一套 現在我們看到那些文權運動 其實是一個正面人物 是的 其實他們找O.J.本身也有自己的心機 也有自己的盤算 他想拿他的知名度 拿他的社會觀營程度來作為 一個賣點來推動那個運動出來 是的 而O.J.他拒絕了 不是因為他看出這些班人的自私 而是只不過是覺得 他每人都是自私 我為何要做你這些事 而且他想進入白人的社會圈子裡 所以更加如同你這班人去設立 O.J.他覺得一件事 我兩邊都不想得罪 當然我當然是找個有錢的 有錢的好處找你同那邊 而且很難得 O.J.有一件事很神奇 他很受白人社會的歡迎 即是很接納 那些白人就覺得 這個不是黑人 這個是自己人 O.J.當然是食住個世上 我為何要貼上你們這堆人 他很聰明 他就隔絕了這件事 所以O.J.他能夠有很多機會 就算拳王奧禮 因為他也有參加民權運動 他不去當兵不錯 然後主流的白人社會 就很不喜歡這班命運的那班運動員 反而他就示範O.J.他都說O.J.真是壞 你不敢說 懂事武者為鎮業 第一集他很清楚交代他的背景 其實這部電影 他真的找到很多認識O.J.的人 包括他的親戚和同學好友 大家大學時打球的隊友 那些人 其實他不是輕輕大 但我覺得這件事很影響O.J.一生 他爸爸文化自身是離婚離異的 他是被媽媽照大的 都叫做貧民區 都不是叫做好富裕 其實都一直都看著那些 流落街頭的小運行 只不過有機會打籃球 打籃球 可以上學根據大學那裡 譬如直上 因為那時候很多同學 都是一些日運動天分 他們不去大學的話 他們永遠都留在貧民區 對 那他難得他攤他上去 因為O.J.本身的爸爸是一個同性戀者 這件事很影響他之後 他爸爸不只是一個同性戀者 那時候是爸爸住在三藩市 他在三藩市是很熟悉的drag queen 即是假裝皇后 他是非必要時才走到他爸爸 其實他對他爸爸的很複雜感情 他肯定不是親他 而他對他的身份很反感 而這件事是直接在整個人構造的 第一集就很清晰地說 關於他的出身 也有說過黑人受歧視 受把握的情況 一開始不明白 應該無緣無故說黑人受把握 其實是因為 你看到他就知道要怎麼搞 對 因為是關連到那些案 到第二集 他開始 他覺得荷莉活 那都很明利 為什麼這麼辛苦打球 因為他認識別人 認識別人 認識別人 在廣告 看了一部電影 你面對他剪了很多廣告 他找些資料都找到很仔細 這個ESPN本身也是一個頻道 另外就是 他那時候好像住在洛杉磯那裡 比華麗生 那時候OJ本身已經有 他只是搶朋友的女朋友 做老婆 已經生了一些子女 那時候搶了自己的女朋友 他生了 有一個子女 但他本身是很豐喉 不避言 他出面認識很多人 直到他 其中一個子女 在病期中淹死了 那一刻他就決定 跟他老婆離婚 斬除了跟他支持家劇 其實我覺得他很卑鄙 他在美其名 就說 我看到我老婆便想起我女兒 其實根本他是在找一個機會 去申請他老婆 另外他自己的私家 是在那些區內部 認識了他後來的老婆 Nicole 然後Nicole 然後Nicole 那些少女 就初出馬路 不知道你誰 十九歲 十八九 十八九很小 你沒有了 就說我給你一輛車 我給你一樓樓 那些少女 其實真的很簡單 就是找一個大明星 喜不喜歡我 當然是中午休息 但這就是悲奇的開始 因為Nicole也有提供Nicole 她本身的忍耐藥 其實她是很少了醫人 她沒有什麼主見 而且她這麼小 就跟著OJ 她就覺得 哇 我 就是童話式的婚姻 她很憧憬 因為好像本身她 還有一件事很糟 原來她之後有提供Nicole的家人 那個經濟原來都很依賴OJ 所以變成Nicole 她就會困了在裡面 困了在裡面 一接身底下 她就被人打了 對 她認識她的人 就被人打了 對 她認識她的人 跟她搞第一次事 都已經扯爛了她的褲子 那些朋友 是不是朋友 朋友都說 你男朋友怎麼可以這樣對你 但Nicole是 當時是全是震人了一個戀愛生活 她覺得沒有問題 她以後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OJ那個客人的老婆 會被人打的 真的不知道 因為她的後面 她是沒有找到 她的老婆不遲 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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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裡面又 去到第三集 她開始說 那關命案 第二集 就是說她跟她老婆之間的婚姻 其實正在出現問題 而OJ因為她的名氣 在當地 很受當地的警察歡迎 對 她老婆經常打去報案中心 說被老公打 給老公好客 很多警員 甚至報告中心的人 都不想怎麼理 也沒有什麼特別 對 她報了很多次案 也很冷落 經過了很久之後 其實高度說了 我留在這裡 其實是因為為了那兩個小孩 為了兩個小孩 但當時我發現 忍不下去了 她決定要離婚 而她離婚之下 對OJ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甚至是羞辱 因為我覺得OJ這個人很變態 她的專有力很高 她說 就算我不要 你也不能離開 她又自卑又自大 還有她身邊 有些不停的後氣之後出現 兔子覺得自己比下去 她覺得我就是第一 所有人都要聽我說 但她說 有些事情她無法衝控 她就失控了 她的情緒 其實OJ的情緒很大 其實很恐怖 因為為什麼OJ 她反而 她現在對著一些後背 或者是街外的人 她的人很友善 很多人看到她的訪問 有些人都說 其實她的人很可怕 在傳媒面 在鏡頭面前 她是一個很平衡 很面目的人 但她背後是怎樣 就沒有人知道 她沒有人知道 這部電影就透過 播放中心的聲音 告訴你她是一個什麼人物 我覺得她找回那些聲音才厲害 那些聲音在鏡頭背後 她不斷用粗言內語 可以說有Nicol 是她的聲音 對 即是你現在播放出來 然後你會覺得 Nicol開始困死了 她很想走出去 然後過到最後 Nicol真的要走了 因為其實打完 即是她受了這麼多年 她真的受不了 她決心離開 決心離開 就是她死的那天 其實那時候已經搞離婚了 搞離婚了 搞離婚就是自由 還有 但是因為她的家人說是 她本身是一種反叛的因子 她是那種 你不讓我做 就越做給你看 於是她在分居前 認識了一些 跟她的男人交往 她不是那些人當 她只不過是覺得我有自由 我自由跟我交往 但就是因為這件事就激怒了 沒錯 OJ曾經說 最後一根稻草都被壓倒 對 然後第三節就說 兇案現場發生的那一刻 在這一集 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裡面真的會影響 現場兇案的情況 很恐怖 其實她有警告 她有說 你簡直是沒有打隔離 真的看到Nicol 和另一個受害者的屍體 原來你會看到OJ 其實她就是她認了 其實她自己認了 是她做的 你會看到Nicol 真的死得很痛 她的頭差不多就是斬掉 就斬掉了 就斬掉了 其實很恐怖 那些警員 甚至是Nicol的朋友 去見過那個兇案現場 都說慘不忍道 她說真的很恐怖 而另一個恐怖的地方就是 那個發生兇案的時候 兩個小朋友還可以睡覺 在上面睡覺 然後當然那個兇手 就是OJ 我給大家看 大家的心照 逃了之後 她還在睡覺 她醒了之後 她們會不會看到這些事 她是不想這件事 她是沈而去的 對呀 所以其實她中和她的朋友 那些生態中說 其實OJ 不單是一個很自知的人 因為她的小朋友 都不想他們 即是她口說 她很疼小朋友 其實都是拿他們來利用他們 然後她說 警察要怎樣去抓OJ 那一刻 那一刻又是大樓房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我們會拍不到的戲 即是直升 因為現在 那些美方傳媒 拍攝的竹策 我喜歡用直升機拍攝 所以她就很好笑 大家開了記者招待會 就說叫OJ 快點來投案 因為她犯了一個最蠢的錯誤 她說幫兩個警察放了她離開 其實她說不應該看她離開 就問了一些歧視各界的問題 那警察其實跟她本身 OJ的交情也不錯 她們有沒有想到 事態這麼嚴重 好了 早早就發覺OJ原來真的 氣無前途那一刻 接著就 哇 海六峰 一起來 就是10幾個電視台追 不是追 是互送她向前走 是互送她 有個警察就說 我看完那段片 我真的很狠 為何會做這麼重的事 你為何要互送她 你一下撐她 撐她 她跟著她們 接著她們 接著她們 還有一條頻道 播出說 跟OJ直接對話 OJ說 她的頻率 被她搶女朋友 她是她的朋友 她的朋友就躲在旁邊 OJ接了朋友 她說 她拿著私春 一直對著自己 說 你們一定不會是我的 我沒有殺我老婆 你們一定會說是我做的 所以她說可以走了 其實你覺得這些是 很Bullshit的事情 但你會相信當時的傳媒警方 是真的偏邦 OJ偏邦 我真的瘋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 好像幾年來 1994年 1994年 那時候這群事 其實在電視界 是現場直播 是全國觀眾一起查 Sherlene說 全國的觀眾一起查 全世界的觀眾 都知道有關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看電視 有個新聞都說 直播OJ 我也奇怪 為何關我了 那時候我才認識這個人 我知道 為何會直播它走爛 而在OJ這個兇案前後 大家都知道 洛杉磯的時候 警民關係就是 非常之差 非常之差 在洛杉磯的暴動 之前說過 有個韓國大媽 又開了殺了客人 有人照女 還有 韓國大媽 所以現在 為何那些客人 都比真正的韓國人 而因為有幾宗案 也不僅僅幾宗案 應該說 立法以來 對黑人的態度 還有一部 類似失警案 即是幾個警察 打黑人 對 就是這樣 還打得非常好 那些 都是職員來的 加上OJ 他的傳媒形象是極好的 全世界都覺得他是比警察老屈的 對 而且他在黑人社會裡面的秘位很高 他會覺得 這個OJ 他在黑人來說 是這麼標標正 對 你現在連標標正都想打電話 你們這班人 好了 最後這個鬧劇報鐘 他終於是要去法庭審這宗案 另一宗鬧劇開始了 就是說 中方和辯方的對峙 他們要找培審團 不過原來沒有人肯做 選了整個月都選不上 對 因為那些人不肯做過整年的時間 坐在那裏看你那些案審 有些人又不得人性 最後選了差不多是八個陪審團 十 十 一個 通通全部都是黑人 九個是黑人 對 就是你看當時的情況 其實你這麼多黑人 就是選了他的陪審團 我覺得這個都是因為 減毛那一眼才是得出來的感受 他的律師 他本身是女律師 那個檢察官 對 他說他選了女人進去 因為這個約清 我覺得那些女人會同情 所以他選了女人進去 但他沒想到 其實那些都是有識人種 對 那些女人進去 那些女人進去 另一方面 OJ不甘事約 他請了一個夢幻律師團 請了那些最頂級的律師 幫他打官司 還有每個律師 都有一個專門 專門打一件事 有一個科學鑑證 有一個打總作案 其中一個律師就是 Robert Kardashian 就是現在很出名 是Khan Yewes的老婆 Kim Kardashian的老爸 現在變成了姓老婆 不是 每一個 是她的老爸 是Khan Yewes的老爸 Rober Kardashian 因為這宗案件都出來了 不過他已經過世了 對 整班律師 都幫他打 過情都是 編劇寫不出的就是 然後 在他們的辯方律師那邊 就去找到 有一個黑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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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律師 他想著 找什麼黑人來打 應該都打得到 但那邊是太強 對 對 就是為了要 做什麼都做齊 就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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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手段呢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說 我純粹從一個 打疑點的方法來 就是 就是我挑戰 那些正在的疑點是怎樣 我挑戰 那些正人的人格 是有沒有問題的 就是譬如說 令到那些陪審團 譬如那些陪審團 也沒有理會那些事情 是 令到那些陪審團 不信 那些證據 其實我覺得 你看完這套紀錄片 你會覺得 手套那個 真的是最蠢 最蠢 最蠢的 我覺得那個律師 真的 真的不是 是何底 哈哈 因為那個女律師 都說 一定不可以做這件事 她說因為OJ 她很擅長演戲 原來OJ 那些戲 是在那一陣子出現的 最好戲就是那時候 那些戲就是 一般 就是 那些戲就是 那些戲就是 就說陪審團 她們 你以為她選了女人 她們會同情 你叫什麼 不是 有些說 抵死死的 我最看不起那些 被老公打這麼久的女人 應該要離開 所以她覺得抵死 她說 那個老的老婆 其實她說 她要報仇 她說 那個訪問員都問她 其實她是否想報回以前 有一個黑人打的那個 那個仇法 我說是呀 我是報她 其實她現在回想起 其實我 她說 她訪問兩個 一個老的 一個年輕一點的 三個 三個 年輕一點 我其實到現在後悔 她說我睡不著 我真的睡不著 因為她說她做了陪審團之後 很多台詞 一起掌帳的人 不再代替她來往 她是百人的 是 但是她說 其實她知道OJS 她說 我真的知道她 她真的有做 但是她說最後她來判了她 但她又賴回說 是劍峰律師的錯 是啊 但是她說到現在她都後悔 是否會 因為她都睡不著 其實就是因為 主控官那邊 犯了一個很低級 犯了好幾次 那不止一次 不止 就是 你看看第四集 那個審訊過程 根本其實 一向後悔 就是完全不禁止 打她 然後他們最慘的是 有一個主力 那個調查的警員 他竟然被人找回 他以前原來 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去找回他的錄音上去 然後就開始 辯方那邊 就把他打 去殺打他人家 對 就是 Robert Cardassian 就是Robert Shapiro 那個團隊裏面的律師 一開始說 不准打賭族牌 但最後他們都反悔了 都是用回這個賭族牌去 而是根本完全是 簡直是 如果 因為我是家人 所以我可以判你無罪 那個語氣 其實是接近 他也有一個 這樣的口問題 就是 然後Gorman的父親 就很生氣 Gorman 其實他是一個侍應 其實他生前已經準備 自己開餐廳 他認識了Nicole 那晚就因為 Nicole家人 去她的餐廳吃飯 漏了一塊錢 他拿回到她家 對 那就是Ronald 其實他跟Nicole 是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這樣就無辜死了 爸爸Flad Goldman 在審判的時候 他非常憤慕 在記者面前說 明明是打金三王 為什麼你們變了打種族牌 他很荒謬 他覺得我兒子死了 死得很慘 最荒謬就是說 其實 肉片鏡頭 對準很多 那些在聽那個判決的客人 當他們知道OJ那一刻 是勝負那一刻 是全場烏烏的 那一刻 他都很荒謬 你看外面的示威 你都反映知道 他們簡直是 將這件事 因為他們和種族 衝突完全掛勾 他們覺得 如果我是贊同 我判了這個人有罪 就代表 在這個種族歧視 變成說 Nicote和Ronald 死的事 對他們來說明不足道 是啊 但其實 到現在 看回 根本當時是證據確鑿 根本是OJ殺的 但是因為種族這個話題 以及主控官犯了這麼多低級錯誤 也最慘的是負責那位警員 又被人格勞殺了 雙所有的證據全部都被推翻了 然後陪審團裡面 你又選了這麼多有色人組 之後 幾樣原因一合起來 所以你會看到 原來不是 初初我們的認知 以為是因為種族才會打 OJ才會有決著 原來不是 結果其實我覺得 OJ這案子的影響 其實除了他本人在當時 其實黑人 黑人其實是一個輸家 你看那時候 黑人知道了 OJ勝訴 黑人的表情 真是對的 你看黑人的表情 即是有些人在黑人面前 有樣 你覺得很不能自信 你以為黑人一直被人欺凌 但那一刻他們又好像欺凌黑人轉頭 所以他說OJ案子之後 其實令到黑白這個衝隔 是有爭無減 白人更加討厭黑人 黑人更加覺得好耀武揚威 即是會覺得 他影響到其實到現在都有 然後我們看回之後 其實最好笑 是最好笑 打完官司之後 這個就更加精彩 對 打完官司以為是完的 以為收公司 原來還有一群 對 話說就說 Ronald Truman的父親不服氣 現在打完官司打不到 他打民事 是 結果他打完了 要OJ陪子 OJ呢 民事和刑事有一個分別就是 刑事案 OJ是沒有辯護的 是 但民事和OJ是一定要辯護的 是 當然 那當然 他自己現在走出來 當然就 拿很多不服氣 當然有很多錯誤法錯誤 他其實最低樓 他在1994年 他那本 1994年兇案 在2006年的時候 高明呢 再起訴 OJ呢 就是要他取得 OJ的形象權 支配權 要的底層 就是 OJ的民事 審訊賠償 因為那時候 OJ 他以為 他自己贏了 可以繼續 過去自己的生日 但情況已經有變了 白樑已經排斥了 他不想跟他有任何關係 他辛酸苦苦建立的圈子 忽然間就縮下了 跟他打官司的律師 簡直有一個 Robertschakirer在電視上 簡直說 他開始不認同 這件事 如果他跟這群人合作 反面 反面 其實跟這個律師都反面 是的 OJ有些無人 在他自己的區域 開始不再高呼在上 那些農民居 簡直指著他來罵 你不准在這裡 我們不想在這裡 OJ就開始 蠟燭不下去 而且他沒有錢賠 十四五賠 然後他就賣屋 搬到佛羅里達州的晚尾 這個就是他 另一章 不是 什麼廣內回教會 他那裡 他那裡 我還不應該想做營權工程 港內我慘悔 人家都選擇 他就買了被裝人的衣服 對 他就買了被裝人的衣服 我覺得這個報應 這些才是真正的報應 就是他去那些黑人教會 那裡 就是他想洗著那個形象 很多時候要陪那些黑人 就是做戲一齊去 社會 吃炸雞 炸雞 炸雞 炸雞是甚麼呢 高麥高高在上的 他現在淪落到 就是我要用烏龍黨 淪落到你要跟這些最窮的人在一起 因為如果他不跟他打黑人圈子 我想他真的沒有地位 因為他很諷刺 就是一開始 OJ就是他排斥黑人 一排斥黑人的民權運動 但是到後來 你打官司 你就要用種族牌來打官司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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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很仆 Cole 一直都不見到 你本当魚 因為你在開ğin 你跟黑人耗そんな市場 是 phải王 炸雞 炸雞 玉 WILL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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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始終不是一個白人 他又要跟黑人去找尋找 站不下去就去了佛羅里達州那邊 跟更加差的人 這個真好看 其實我想跟你說 最好看的OJ 是最後一帳 真的笑了我 我覺得荷里活 比方斑 其實也拍不到這麼方斑的東西 即是說他那時候已經沒什麼人賺錢 唯一可以賺錢就是他出來做戰服 或者是做一些叫做整股秀 其實很便宜 拿著爛爪在街邊說 我是OJ幫我賣橙 不如全部都是假的 還有一些黑人知道他是OJ 想裙上他去拿一腳掃 你這麼出眼 靠來一定是大家都可以 稍微把那些便宜進去 那時候他那個人真的開始驗了形 你看到他拍了帳 在節目裡很輕鬆 他的樣子 他以前很隱藏 打造他的形象一下子都沒有了 然後又去吃賣一些質素很低劣的女 也就是假的 最奇怪的是他認識了一個 他叫做Christy Pox 叫做Pody 他叫做大波女 很搞笑的 他看著他的樣子看到他很像的前妻 對 其實很像Nicole 而他的行見也很像 他跟她的關係維持了十幾年 也很奇怪 又是那時候 你找OJ都五十歲左右 認識他的時候他也是十幾歲 他可以這樣跟這個人跟他那麼久 因為他吸毒 對呀 他完全跟你共有兩回事 只要他吸毒 他就可以幫我找更多的路 對呀 你知道這是什麼理論嗎 他這個女朋友後來 當他坐牢後 他出來做節目 他整天都很殘忍 他自己都說笑時 就是不懂得想 才跟這個人在一起 但是最好笑 其實這裡也不好笑 最好笑 是OJ就去拔劫 這個才好笑 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渡海浩城也很像 話說 OJ他以前做明星 他會經常幫海報或周邊商品簽名 例如冷球 還有工作 在他沒有錢還債的時候 就被人拿走了 賣光了 拿光了 只有選人說 我聽聞有一個人在島城那裏 有你這些個人物品 他說不如一起去島城拿回去 我們投回工作 你憑什麼去拿呢 因為這些東西很丟臉 其實很容易的 整班還要是切爆爆 就是三教九流 但是又不是勇猛 是蠢才慘 那是奔賊 其實是一個選友 就說一起去酒店店找人算帳 但是他為什麼 來完一個月就認識 全部都是下落下落下落 這個人好像在童師傅 好像管理員 他說這個好像素肥 在人家都播放那個酒店 那個閉路電視那邊 是極其美的 而且還要是踏錯鵬錯樓程 之後上班再走出去 其中有一些銷售 就是說收集那些 球星的紀念品那些人 有一個聰明 他事先帶到錄音機 在副帶上 把錄音機都拿出來 所以最後他拘捕了OJ 然後OJ就說 這班是誰的 你們搶了我的東西 這班都算把槍拿出來 他真的恐嚇就算了 他把槍拿出來就敗罪了 加上閉路電視和錄音帶的證據之下 還有有證人 我們跟他的藥全部都做了掩仔 火同梅說不想為OJ而OO監 他怎麼會來探討我監 所以我們全部都調轉窗樓 做了結實證法證人 但是那個判判的女法官 就特地拖時間 拖到在一個職責的時候 宣布那個罪狀 就說他要坐三十三年間 一班後一班這樣堆上去 2008年12月5號判的 數回到十三年前 當然他就是聖數和督釋放那天 是啊 他特地去到就是那一天 其實我也覺得 其實是屬性的問題 那個法官扭心地要他坐牢 其實OJ因為蠢 貪貪 所以才會淪落到這樣 很蠢 其實說到為何這部電視這麼值得 這麼有代表性 OJ真是很典型的 一個生長在美國的人 他所有的開頭開玩的前半生 他什麼都有 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但為什麼會到最後 你看到第二集 可以淪落到 可以拍完我的音樂 你看看那些樣子 其實這部電視很快 因為我覺得令我真的很作惡 那些行徑 而且他補貪一些騎士 說了一句話 兄弟你出來走越來越還 你不可以這樣下去 大家就不聽 他裡面有一些 他用他從小玩到淡美一個 真的調轉窗口去指證他 但他說其實已經跟他沒有朋友做 他說淡美我為了正義 他一定要這樣做 他說因為OJ透露 之前是同樣透露 是他殺力破 是他一個導致 他說我真的受不了 他說 因為他後期的時候 他搶回兩個兒子的保養權 但他女兒不開心 經常都說想回到媽媽家人那邊 他就說 OJ就這樣說了 你為什麼要回去 他只是為了錢才要你回去 然後這個導致 他作為一個捧 就覺得你完全不為你的孩子 你連空岸發生慣 都這樣走過去 你不理會兩個孩子 如果走過去 看到自己的麻疤變成這樣 會怎樣 嗯 所以他令到身邊所有的人 都不願意再幫他了 是啊 所以他到了最後就沒有了 其實他現在在家務 坐過33年 其實對他來說 真的很擅長 他不用他出來 他的現世 他在家務部 可以組織他的藍頭隊 但好像有心人說 他可能會放出來 他在家務裏表現 也說有機會放出來 他放出來 你覺得他有沒有路走 其實沒有了 其實這部 我想說 其實最難的一件事 就是這部電影 我也有特地去看 那個導演的背景 他是有食人組 如果他是一個白人 拍這部電影 其實就會 會有些人說 你找一個白人 當然是會跟他 當然你會說回他的好東西 就是會唱衰他 但是不是 他裡面說到 除了說黑人被歧視的情況之外 他以來也說到 美國有很多 很引以為豪的精神 例如說 總之蘋果 法治 就是在這宗案件裡面 其實原來是這麼脆的 不堪的 就是說 講一個例子 講OJ 那個成功的過程 其實是一個 很典型美國的一個 成功的精神 美國夢 美國夢 原來最後 這樣結束 這個 真是衰了 第二個是 就是你講 剛才我們也講到 說那個黑人人權的問題 就是 就是當一個 就是我們爭取黑人權益 那一件事 當我們擺到一個 擺到一個盡頭的仇 就是會 其實是可能造成的一個反差 這裡又講到 在這宗案件裡面 其實都表現出 那個黑人問題裡面 那個精神那個破獲 那法治精神 其實不再講了 我們講的陪審員制度 為什麼會 選一個陪審團會 都會出現這麼多的瑕疵呢 為什麼那些陪審團的人 就是審案的時候 是將那麼多一些 非理性的因素 放進去裡面呢 甚至是我們講的警察 就是那個執法的那個 守勁 執法的行徑 其實這些事情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 引以為好呢 就是這個戲裡面 其實是給黨局觀眾來佛制 有很多的疑問 究竟我們 就是美國人 現在所說的美國精神 究竟是不是這麼 引以至好呢 嗯 就是這個戲是一個 很好的反思來的 尤其是你剛才講到特朗普的年代 他又說要高舉美國人優先的那個 大人優先 大人優先的那個 那樣東西 其實這一樣東西 你再高舉那樣東西的話 其實究竟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最近的一個單案是說 就是有一個韓裔人 討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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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壞的 他說那個屋主說 我只知道你在亞洲來老人租給你 其實現在發生的這些五樣的性 他也說了 他也說了一句 當時特朗普當選也真是好 你就是對付你們了 就是對付你們了 其實你看看OJ這單案 好像導演 原來導演看了 他本身的父母 他父母就是猶太人 他媽媽就是非裔的美國人 所以他說他成長環境 其實他本身也接觸很多這些東西 他說再接觸了OJ這單案 其實這個導演拍很多紀錄片 我記得他在Oscar那邊 頒獎禮說 其實給你們要 他說這套戲真的獻給Nicole和Rona的家人 他說他們真的 他覺得其實他們是很冤枉的 他們是不能夠得到一個這麼公平的審訊 所以他透過這套戲 而且這套戲都知道 因為他本身是對付特朗普的 他本身是對付特朗普的 這套戲其實 另外我有一重意 就是剛剛我Thomas說的 不可以再給種族主義這件事來復辟 因為太大問題要出現 聽到有人反思 什麼是美國精神呢 你當時特朗普都說 北白人優先 美國優先 其實你過份高舉這件事 其實是很糟的 從這套戲裏面 這套戲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有很多東西是很有娛樂性的 你吃花生看是絕對適合的 是絕對很吸引的 甚至乎是精彩的 我真的看到他打劫 那一刻是扯欺 我真的覺得 為何這麼荒謬 但當中你都反映出來 其實有很多美國精神 我背後那種劣真性是怎樣的 嗯 這個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說這套戲 如果看不到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真的 我都不明白 就像我們都這麼說 電影節 我現在不知道是選物片 我記得有一套戲 是不是叫什麼 上訪 你都可以播了 為何這套戲 今年也有一套紀律片叫《囚》 都是五個小時 以前大陸的紀律片 那些黃冰叫鐵西區 幾個小時 十個小時 除了鐵西區 還有一套 我不知道 你有否看到 原秋遊的十幾個小時 有很多 無論是紀律片 或是劇情長片 十個小時 和她說 我伯父那些朋友 都是可以在檢視上放的 其實網領真的可以放到的 我不知道這套戲為何他拿不到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個 可能拿到這麼多版權 可能在網上 其實廣泛地流傳了很久 所以他就沒有拿來播 但是其實這套戲我真的誠意推薦 因為我覺得很有意思 如果你說看美國精神 這套戲我真的覺得 他真的什麼都保證 這套戲簡直是一個 美國社會學的一個爆裁 看完之後就上課 調拖 調拖 師傅有否跟我們說過這套 師傅有否跟我們說過這套